不强倒计时,除去安东尼、卡佩拉之外,此人与火箭堪称绝配,到目前为止,NBA自由市场已经已经清空,在这之中最让人感到兴奋的无疑是詹姆斯的西游、考新斯加盟勇士,以及即将成为火箭球员的安东尼。 詹姆斯的到来让胡人一跃成为了联盟排名相对靠前的球队,考新斯则是再次加强了勇士的现有阵容,首发五个全明星的阵容,让人想想就恐怖。 此外火箭球尼碎碎念数年的安东尼,终于即将成为休斯顿的新球员,作为上赛季常规赛的冠军。 火箭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,一路密西最终差点先翻了勇士,但由于保罗的受伤,他们最终支付在了西部决赛,因此,本赛季的第一件事情,他们就是顶心续约了保罗,而保罗与哈登组成的超级后场也成为了球迷紧紧乐道的话题。 但续约保罗之后,阿里扎前往了太阳,防守汉将巴默克也加盟了快船,这也让让火箭的风险陷入到了其他的困境。 此后虽然签约了麦卡威和恩尼斯,但就两人的经验而言,还不他们还不足以撑起火箭的阵容,当然安东尼的到来将会很好的弥补这一缺陷,不过在没有签约之前,一切都是未知数。 此外就算签约安东尼的防守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,除去安东尼之外,火箭还需要签约的球员就是卡佩拉。 作为赏赛季的内心屏障,卡佩拉的表现堪称完美,他与哈登的组合,更是让其他球队十分的头疼,不过在经过几次报价之后卡佩拉最终没有签约, 虽然很多消息指出到卡佩拉将会再以一连的资质报价留下来,但是否成功依旧和安东尼一样是一个未知数。 而一旦失去卡佩拉,那么火箭内线问题将会被无限扩大,到目前为止,自由市场上已经几乎没有人好的球员。 在这之中胡德,尼克扬将会是最能气和火箭的球员,其中两人相比较而言,胡德无异与火箭是绝配,作为风险摇摆人胡德能够很好的再三,伺候为上进行轮转,相比较安东尼而言在风险上无异胡德更适合。 当然如果安东尼能够很新人的接受替补这个身份,那么他也是极为让火箭放心的球员。 最后,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新赛季的火箭,他们能否和上个赛季一样,再次和勇士会实习不决赛吗?